拿走 Hello大家好我是Tom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中式民俗风的恐怖游戏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过音 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 这边是调整亮度啊 右下角出现图标时表示游戏正能加载或者保存 建议佩戴耳机进行游戏 博语哦 1926年3月初三 蝴蝶在老树的心芽上扬起雏嘘 于是故事便就此开始 月起迎亲 凤天之座 领地之河 凉元碎地 同岸相庄 圣仪祭备 这画风好可爱 但据说这是一款非常阴京的游戏 好 我们现在在轿子里 他今天给一个传当还行我靠 这什么情况是 发生了何事啊 我是不是按错了我这个QTE 感觉我的QTE按的不是特别好哎 安逸离开花角 刚才那个什么东西是个很大的一个人 有一个眼珠子在往花角里面看 我现在应该是处于这个阴阳两界中间啊 我应该是在路途当中啊 但是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打断了可能是 对我正从阳间过到阴间去 但是我自己本人可能不知道 是我来时乘坐的习轿 那应该是的朋友们 五六七一共是七顶轿子 如果能将他推到前面的石墙 应该就能爬上去了吧 可是单凭我一人之力根本推不动啊 按Ctrl可以蹲下走 这是个木桥 还有手电啊 灯光我吓死我 我也是手电筒 灯笼 OK 红白交错的很慢 这是送价还是送葬 有歌声 好听的音乐 有明火 这是什么 碑墨碑 一座石碑似乎是天然星辰的 碑顶呈现出一种像是陈年所致的褶红色 尚书 碑墨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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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别离 落寞 乐兮 音香之 红月卷还是 我靠 躺会 幻影呢 应该是 不是这种 好多纸船啊 哎哟后面来了个人 哎呦我靠你吓我什么东西 要寻短剑 这个黄小敏应该也是跟我一样吧 应该是在过阴的中途 然后遇到一些什么事情 当然就碰到了 前面可是鬼海 哪有什么曼妙夫人 游也只会是鬼 我听见有人叫唤 便壮着胆子跑回了瞧一眼 幸好 我曾想竟还真有人活着呢 我 我叫乔蓉 是一生乔氏的小女 救命之恩多谢姑娘 不知姑娘是哪家的小姐 我哪是什么小姐呀 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罢了 我姓黄 迎小米 你呀 叫我小米就成 好的 小米 黄姑娘 小米 你也是被官兵接过来的吗 我下轿的时候 外面不知经历了何事 一片惨状 咱们不是要去上卫府吗 为何停在这种地方 谁知道呢 这一趟的女孩子 阳当都是同样的吧 我们被扯下花轿 像牲口一样被往里面赶 呼得不知怎么 一阵天摇地动 后面的人都叫了起来 我便跑开 在林子里躲了起来 原来是要拉开 我推了半天啊 这桥上好多的架桩 好的 我们就往前走吧 树梢上挂着一脚染血的衣服碎片 究竟发生了什么 看这顺序我似乎是最后一脚 或许正是因为还未来得及下降 这才幸免于难 我还看到了一只水缸那样大的眼睛 大眼睛 我听老人们常说 红月当空必有天灾将士 总之先离开这儿再说 小荣 咱们往镇子的方向去吧 走吧 先来跟我推一下这个吧 有小米帮忙的话 应当就皮过去 好的 刚才你那么大的一个角度 能推得动 你这个反而推不动了 这张纸条 慎愈愈 思念沉疾之人 亦会行至此愈 为至此 得见适者之隐而一 应该就是刚才湖中央那个夫人了 刚才那个夫人是个影子 是个幻象 看应该这边只是给我们一些解释 这个东西 暗闭可以打 啊 诶 怎么看不着啊 箱子忽然落了下来 我以为能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这边应该到村子了吧 雾色 演映着镇子的轮廓 这里是城南吧 我还能回家吗 走吧 好的 这边应该就通往镇子的路上 这是棺材哦 操 有人死了 赵秦德 嘉庆九年生 同志十年醋 生时好生干走酒 以此食疗术 能亦受且至顽己 于日生时好脑 醉息 满岸而睡 补水沾宣纸 闷闭 这棺材是有声音多个 李百化 道光十八年生 光绪十年醋 生时号八真野味 由爱生淡 活物之心 竹染磕 变身溃烂 不致什么 坏了 咱们好像走进王死城了 咱们 不会已经死了吧 王死城 这里 不是遗川吗 三月三 过阴关 我外婆说 遗川自古便是鬼城 是阴阳交界的地方 人居阳宅 鬼住阴藏 白日走人 夜半过阴 王死城收纳的 竟是些横死 冤死的孤魂野鬼 老一辈的人 都管这地方叫做鬼神 误入鬼神的人 如若做过什么亏心之事 便会接受来自阴司的审断 夜张不消 生路不得 咱们清清白白 即便是真有阴司的存在 我想 也定然不会为难你我的 那就继续走走看看吧 这有酒 潭中盛满了新鲜的酒水 这什么东西啊 匾额掉下 啊不不不 我以为是什么匾额呢 是 遗像 林真氏 光绪十六年生 宣统三年醋 赌信生子偏方 而使有毒之河仙 赌发生亡 是河屯了你 诶 这有个告示 奇术 未研究仪穿医疗方面的民俗 偶得奇术 问米寻人 问米寻路 乃知似有所依 问米 问路 这个法子似乎尚可一世 问路 向何人问路 我阿婆是长北出了名的米婆 问米之法 问人问物问路 万事可解 什么声音 他声音怎么变了 咱们 向鬼问路 向 向鬼问路 死活当真 这里雾碍缭绕 本就阴气森森 竟还要向鬼问路 正因着这里雾碍缭绕 阴气森森 才需向鬼问路 皇家世代灵旨 我自然也学得一二 我姑母 眼下咱们也找不见 第三个活人了 用这个法子 说不定能寻得一条重回人间的路呢 可是 咱们就试一次 行吗 侯姐姐 你能不能帮我去找些生米和红鸡蛋呀 我 我得在这儿稍微布置一下 好吧 我去四周看看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哎呀 神的妈 告示板后面有什么 查看一下 哦 有是有米桶吗 还是什么东西 不会是什么怪吧 我可能被吓我 哦 什么阴京的人 获得抽屉钥匙 斑驳的绣迹里似乎埋藏着是猪人 不多 不对不对 什么东西 上面全部 这个 这个上面的匾额上面全都是一项啊 你看这上面 等一下 屋顶上有两个盖着红盖头的新娘 我靠 他吐我 这有个纸人 面容怪异的纸人 这里是寿材铺吗 什么声音啊 这边还有个太极算命呢 哥哥 我怎么过去啊 抓去 飞过去 什么声音啊 这棺材里面有人哪 怎么进剧情了 什么鬼 哦 没事没事 没进剧情 吓我一跳 凤求黄 凤求黄 有意美人兮 见之不忘 一日不见兮 思之如荒 无奈佳人兮 不在东墙 江秦带雨兮 了写中唱 何日见许兮 为我彷徨 不得于飞兮 使我沦亡 这还有个新娘的 没有头的新娘 指人 噢靠 不痛 不痛 温过的黄酒 有一股药膳的香味 奇怪 这里明明空无一人 为何有供酒呢 我找到米了朋友 白日热闹的遗川 到了夜晚就变得死气沉沉 所谓起雾不开海 入日不出门 这是米啊 有的鸡 破烂的米缸毫无打理的迹象 这边都全是血迹啊 什么鬼 血迹一路蔓延 难道是下面的河堤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是不是要先开这个门啊 还是说能不能开啊 铺门被锁住了 门外是陈队的骨康 想来这里该是一家米铺了 我没有钥匙 我刚才找到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 陈船 这个地方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吧 结合游戏来说 前面一部分讲述了 当年秦始皇派徐福 率领800同男同女 前往海外寻求仙丹 就是那种长生不老的仙丹 但是徐福啊 一去就不复返了 再到后面汉武帝时期 刘彻也学秦始皇入海求仙 谁曾想居然发现了一块 女蛙补天用的仙石 顿时狂奋大作 石头掉进了汪洋大海 因为是仙石嘛 所以这个地方万物森林 后人称之为遗川 就是游戏里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大致就这么个事啊 林河长街 这里应当是白录像 我记得对面便是冬月庙 可为何河水变成了红色 这两边都可以走 这还有棺材 奇怪 究竟哪里来的这么多棺材 那边呢 走吧 鸡 有没有红鸡蛋 你看 一个鸡笼 那大家看看吧 安逸开灯 天啊 隆重近一蜷缩着一位没头的姑娘 看上去似乎已经死去多时 身着同我一样的嫁衣 莫不是 与我一同出嫁的女子 她怎么会死在这里 打开 用鞋染红的鸡蛋吗 她说拿着 一截锈脚 还有一面钥匙 不行 握得太紧了 要掰开吧 拿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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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爷 空荡荡的 没有找到鸡蛋 这里过不去了 去米铺看一下吧 这把钥匙 让它打开米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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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鬼 被人毁坏的牌位 只能变得出一个黄字 麦穗 鼠叔 金米在哪里呢 嗯 抽屉被锁住了 我有钥匙啊 里面放着一本连换话 要看看吧 米婆 米婆讲的是那个黄小米的外 那个外婆吗 她刚才说的 看一下 说到这狠死鬼 请上身 不免伤动一番原神 可那丢了孩子的爹娘 日夜灯门啼哭 米婆便实在耐不住 方才勉强答应问一下去处 米婆 勿自磕了一枚 红鸡蛋在米碗上 那白米尽投进去 咕噜噜冒泡 如同喝饱了血似的 米婆用红米铺了一挂 抛出去的米 竟诡异的撒成了两排 散在地上 红漆漆的 如同铺了两条血路 像是指引着她要往两个去处 婆婆便摇了摇头 说水象 凶 不可生还 有一半的身子 浸在水里 也不可能 是埋在容易下一个地方 男孩的爹娘嚎啕大哭 他们怎样都无法想象 好端端的一个孩子 只是出了趟门 竟惨遭如此毒手 他们恳求米婆 告知孩子埋尸的位置 希望至少将她好好安葬 却被婆婆拒绝 为殷尸排挂 本就坏了规矩 更何况是惨死后 又被拆解之人 更是大凶 家人无奈 只得在道谢之后悲痛地离开 但谁也不曾想到七日之后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 那名在卦象上惨死了的男孩 竟完好无损和自己回来了 她找到了米婆说 我来看看你 鄙视的米婆并不知道男孩是谁 只当她是哪家迷路的孩子 便向她询问 男孩什么也不回答 只是直勾勾地盯着她 男孩又说 我来看看你 她满身都是水尸 碌碌的顺着发丝 顺着衣领 顺着裤管往下流淌 脸色煞青 只有眼珠是乌黑的 宛如一只水鬼 米婆终于感到了诡异 她脸的面色 力声指吻 你是谁 男孩便抬起了手指 直戳戳地指着她 缸里有死人 米婆心神一惧 条件反射地 看向院子角落的水缸 而再回过头时 男孩已经不见了 后来 人们再次见到米婆 是因为满街的尸臭尾 她的头被人割去 WTF 我怎么感觉被吸进去一样的 是我自己走进去的 她这个互通为什么每次按不太到 还有翻译文言文好家伙 我还读了半天 有个村庄 遭到了一只大尾的袭击 每天都有村库被他吃掉 在村庄的一个角落里 有一尊采半的神像 而一名庚夫独自居住在附近 神像察觉到了村里的异象 主妇庚夫赶快逃走 但是庚夫并没有放在心上说 那只鬼 要从村口吃到村庄角落 还需要好几天时间 我们不用着急 过了一段时间 神像再次告诫庚夫 那只鬼已经吃掉村庄一半的人了 现在您该逃走了吧 可是庚夫仍旧至若亡闻 没有理会神像的警告 恶鬼的事情逐渐在村中禅开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逃难 每每有村民路过庚夫的住处 庚夫都会请他们进屋暂避 庚夫指着神像对村民道 我这里全靠这尊神像庇护 才能这么久安然无恙 您可以留下来与我一同避难 村民信以为真欣然答应 而等到大鬼真的来临 庚夫却将同伴推出屋外 大鬼吃了一个人就走掉了 庚夫不断地将过路的村民寝进屋子 再以此往后 神像见此也只能不住地哀叹 若之肉强之食 虽为台上神像 但若得不到香火供门和台上泥巴 还有什么趣 好家伙 陈舅的灶台堆满了空的调味罐 散发出阵阵水臭味 妈的这里面不会是米婆死的地方吗 这么大一只手 米缸 生米是恩 斗米成仇 明明之中有一种不祥的剧肯 大鬼来了 什么大鬼啊 这声音 找个地方躲起来 对了 去下方的河地 走走走走走 哇 快快去吃吧 他应该吃了一个东西就没走了 他不会一直吃 这什么大胖子 怎么穿了个军装啊 什么玩意 这二鬼子是吧 啊 强盗 我靠 这是个强盗啊 因为故事是发生在民国1926年 应该是 1926年应该是 这不是强盗吗 脱脱的 鸡 进了血的鸡蛋 糟了 小米 小米 千万不要有事啊 对小米在左边啊 我 我米没找到呀 我怎么点不了啊 都说指人点金乃是大鸡 怎的这人 却被画了双眼睛真是晦气 共捉椅背 紧插百米和红鸡蛋 百米 连家的松木棺材只有下坡人家才会致买 恶爆斯 对部无差 举念及时门闪 亏心末代到头何出欺骗 一副冬月大地的卦象 哼 踏入民府 天王老子也挣不住鞋 白鹿巷的米铺售卖着两种米 黄米和小米 黄米姓烈 而小米姓温 顾客偏爱购买小米 黄米真强好胜 不胜相扶 认为是自己的位置不好 因为小米摆在门口 黄米却在铺内 小米对待黄米向来和善 黄米的要求无所不应 便答应同黄米调换位置 黄米如愿以偿地摆在了门口 而小米则摆进了铺里 但客人人来人往 但顾客人来人往 皆静止走进铺里 带走的小米 黄米不服气 认为是价格的问题 因为黄米比小米贵了两成 于是黄米降低了自己的价格 而后黄米确实卖的比以前好的些 但依旧比不过小米 黄米不服气认为是名字的问题 黄米换上了小米的名牌 蒙混了几天 人们很快发现了 味道由左不同 最终还是败露 黄米不服气认为 如如小米消失了 让顾客无从选择 人们自然就会青睐自己 黄米把小米按进水缸 扣上了盖子 黄米拿着小米的名牌 挂着小米的价格 摆在米铺门口售卖 直到米铺里溢出了一股恶臭 人们实在无法忍受 才发现角落里 有一水缸发了煤 于是人们正在开始议论 这段时间里 自家买的小米 确实和知情不太一样 胡说 胡说 都是骗子 人也是 阿婆也是 谁叫阿婆总是偏向你 连问米之法都多多只叫你一人做 我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 我 我 小米 小米就是那个小米是吧 是这意思吧 小米 太好了 你平安无事 小蓉 小蓉 我 我正担心着你呢 其实我在想这个棺材是不是就是黄米 因为他说了这种松木棺材的话只有下等 不是下户人家才会去做的 嗯 不认清楚 我方才又听见了那天摇地动的声音 没想到隔壁街巷竟然传来了鸡叫声 那怪物就被引过去了 那可怜的母鸡被怪物吃掉了 手机那条街已经不能再往前了 小蓉 我们还是快些问路 离开这里吧 对了小米 嗯 怎么了 你的袖口 也是方才逃命的时候 不小心撕掉的吗 你不说我还真不曾留意呢 兴许是在哪里被扯碎了吧 一拜鬼爹 二寇尤魂 禁困与此不知所可 还望起莲 指点迷津 一拜鬼爹 二寇尤魂 禁困于此不知所可 还望 起莲 指点迷津 一拜鬼爹 二寇尤魂 禁困于此不知所可 还望 起莲 指点迷津 小米 快停下 我觉得不对劲 咱们总会有别的办法能离开这里的 你快请一下 什么鬼在哪 准备第一人撑了 我扛得多 人怕三长两短相继两短一长 为何偏偏是两短一长 连你也要同我作对 哎呀 施术者心思不正必遭其反 忠言逆而立于行 您的二女之中 恐怕只可有一人能继承问你之术 忘请三思 既然如此便依陆夫人所言罢 你们都不叫我问民 我偏要问 行什么他可以 唯独我不行 行什么 行什么 除大事你这镜头我真的是浮了 啊 小妖的物事就要去争 就要去抢 我应该是把小米杀了 我没错 把她在水中淹死了 姐姐 姐姐 放过我 我不是故意推你的 我不是故意推你们的 放过我 放过我 小米你怎么了 小米 醒醒 我不想那样的 快走 快快快 扶小米回去休息 但这边好像有字 冤有头债有主 限时报终虚缓 好家伙 这来锁命了呀 黄小米的姐姐应该来锁命了 无头女师 无头女师 水缸 姐姐 监视报 终虚缓 小米 你究竟是什么人 叫做问米术的传承人 这什么东西啊 食卢鬼 好家伙 怪不得这些 外面的 这个尸体都没有头了 血迹一路延伸 也是误入这里的科研人 希望他能平安无事 不可能了 前面好像有盏灯吗 这是 无名氏 不知道什么时候生 什么时候死的 暴失市井 啊 观者数日 无人脸 故意观收之葬鱼子 死在井里啊 爷爷 好像 有什么人曾来过这里 还受了很重的伤 小荣 小荣 你醒了 你觉得如何 可有哪里不舒服 我好害怕 我和司成真的会断人 姐姐 姐姐她来找我了 她说 她很寂寞 想和我在一起 小荣 我好害怕 我刚刚便觉着不对 此地怪异万分 使是你想了什么 便会出现些什么 所以小米 不论先前发生过何事 都莫要再想了 咱们先离开这里 好吗 莲花模样的蜡烛 罕见而精巧 已经快要燃尽了 热光尽是水蓝色 有种别一样令人心安的力量 是不是个大宅子啊 小荣 你 等一下 等一下 那个是大怪物 那是什么 你跟着我 我们小心一些 千万不要惊动了他 那是个大怪物 哦 吃安静躲在鼓后面 哦 它会有那个灯 它在巡逻 它在看 别急 别急 在这边蹲一下 他应该还会再看一波吧 哎 对对对 没关系 躲在鼓后面就行 它看不见 这就是个强盗啊 我靠 我去吓死我了 直接跑了呗 现在其实可以 对啊 对吧 安全了 安全了 这边有个石碑 一座无字石碑 用作阵风某屋 快走快走快走 妈 全是棺材 我操 段庄李氏小女 要看看棺材 你在动 哎呀你 棺材里面是空的 好 在我见棺发财 空的我是不信的 你 OK 好 已经熄灭到蜡烛了 这时前面好像有块大石碑呀 巨大的棺果 重新拱月斑被七具小棺材所围拢着 七具小棺材 我的轿子也是七个呀 不像用给寻常人的 小柔 你觉不觉得 比起出嫁 我们更像是过来陪葬的 我曾听人提起过明婚 家中二姐便是 不 日不行丧 夜不嫁女 这是遗传素来的规矩 或许 尚未叫别人结阴婚 秦明府遗审 从一开始便是人尽皆知 否则 又怎会深夜将我们抬来此地 说的是要嫁去尚未府 原本还想着 怕不是捡了个便宜 后半辈子也能想想富贵府 谁知道 踏上的却是一条黄泉路 尚未便用偏方 以白首作为药影 给儿子治病 却又供着这么多的头颅 实在邪门 总之 尽快找到办法离开吧 和那身形巨大的怪物 挡中了往前的路 绕远 也似乎不大妥当 小蓉 我们该怎么办 这台上供品齐全 却嘟嘟没有香 倘若点香能引它过来 兴许 我们可以悄悄从它身后过去 我们要从那怪物 坐着那石门穿过去 尚未便用偏方 以白首为影 治儿童病 厚不尽人意 狼子竟染世欲 应不能致人 暴亡 助治于此 香岸上摆放着酒肉供品 香炉里却少了香 嗯 那找香 就个牌位 玉航桥氏小女 牌位上竟然是我的名字 也是空的 棺材里面总有香吧 我靠你妈 身穿喜服的女子 四肢僵硬发青 拿走拿走拿走 Holy shit 这七具棺材应该都有我 我的棺材 还有一个黄小米的棺材 应该都有 哥 拿走拿走 快快快 有人在追我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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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拿快拿 快拿 你别 别摸摸唧唧的了 哦 四岁皆客 条路皆通 OK 来了来了 相互已就位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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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蹲蹲 等他到箱这边 共分的时候咱们就绕过去 在干嘛呢 来 来吧 我去我 我这么大汗 快跑快跑 他把贡品全给吃了 我真的服了 他還追我嗎 快快快 離開了 別那麼多廢話了 怎麼就我一個人了 小米呢 那不在前面 我推開了 你大爺 拿光照他 小米果然有問題 居然是這樣一個人 我真受不了 書上寫了一點沒錯 我可你追得那麼快呢 誒誒誒 nice 誒 這又過不來了 我還幫你推 你把我推開我 還幫你推 我是不是有毛病啊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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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對不起 對不起 她掉一支血 這地方是怎麼這樣的 我靠 這麼恐怖的職人 過去西班子有傀儡系 用的似乎也是這種小人 記得幼石府上路有堂會 爹爹還經常請他們過來 真的很想念哥哥 我一定要快些離開 怎麼這麼多呀 什麼聲音 鍊子的聲音 這麼多牢籠啊 序章問米 才序章啊